古詩 師母 傳道 古內 長輩 各位弟兄姊妹 平安 今天我們所要讀的經文是在哥羅西書四章二到六節 哥羅西書四章二到六節 在《公用聖經》《新約聖經》的第286頁 翻道後由我來攻讀請各位思想 哥羅西書四章二到六節 你們要恨切禱告 在此醒醒感恩 也要為我們祷告 求神給我們開傳道的門 能以講基督的奧秘 我為此被魂鎖 叫我按著所該說的話 將這奧秘發明出來 你們要愛惜光陰 用智慧與外人交往 你們的言語要常常帶著和氣 好像用眼腦合 就可知道該怎樣回答個人 願神的話語成為我們無教以前的恩 錄上的光 信息 今日信息的題目是 傳道之本 傳道之門 恭請郭森曼傳道傳講師的話 請郭森曼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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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要傳講的題目是 傳道之門 傳道之門 剛剛我看到 好 不知道大家 弟兄姊妹剛進來的時候 是不是有看到我們弟兄姊妹 有弟兄 主要是弟兄在幫我們開 一個非常厚重的鐵人 有推過都知道 那個有一定的重量 推起來很沉重 假設不推那個門 我想很多人就知道 在門外 沒有辦法進來聽到 我今天講的題目是 傳道之門 傳道之門 所以這個門必須打開 才能讓人能夠進到裡面 來聽這個道 聽這個道 所以我今天 我們在所讀的這段經文 有講到 最重要 要打開這個傳道之門 有兩個關鍵 第一個 第一個是我們聖徒的祷告 第二個是我們聖徒的 聖徒的見證 聖徒的祷告 跟聖徒的見證 一開始他說 你們要恆切地祷告 要恆切 恆切地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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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說呢 就是我們必須 有很長的 很長久 持續不斷 按照正念上的意思來說 當然 就是恆切 持續不斷的祷告 但是它當中有一個 更深的一層的意義 他說我們要專心 有一個專心的含義在當中 就是專心 致力在 我們專心 專注在這個祷告的事情上面 我知道弟兄姊妹 你在什麼樣的事情上 你會非常非常的專注 很專注在這件事情上 然後專注到一個地步 旁邊的事情 任何事情 發生任何事情 你都不會去注意 有沒有思想 很多人專注在那個 手上的那個 手機 所以非常專注 吃早餐也在弄 吃中餐也在晃 睡覺前也要晃 就是隨時隨機都在晃 喝喜酒的時候也在晃 所以 這個很專注 可是我們有多少的時間 把我們的時間 我們很專注在祷告的事情 他這邊說很切 你們要很切地祷告 你要很專注 很專心地在這個祷告的事情上面 祷告就像我們要呼吸一樣 我想沒有人可以說 我現在我想要自己 暫時停止呼吸 我不要呼吸 你必須要呼吸 就像 祷告對於一個屬靈的 我們基督徒的社民來講 祷告就像我們的呼吸 我們必須要呼吸 所以我們的靈命的好壞 其實全然取決於 我們有沒有好好的祷告 我們要是缺氧 整個人都怪怪的 我們有很多的護士 護理長 他們就是 假設你 停止呼吸太久 你就 整個那個腦缺氧 身體都不對勁 那祷告呢? 但是我們很久的 我們常常不祷告 我們跟人反過來 就是說我都沒有在祷告 或者說 沒關係先做別的事情 那你小心屬靈的生命 就會陷入到那個 壞壞沉淪的當中 你不知不覺 你覺得祷告沒什麼 沒有很重要 還好 然後就是吃飯 祷告一下就好 或是說 連續有時候祷告了幾句 我覺得求助 來提醒幫助我們 我們必須知道 我們要很切地祷告 就像今天 經文所提醒的 我們要很切地祷告 我們要持續不斷地 專注在祷告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要跟祖來更多的親近 就讓我想起 在 舊約誕一禮書 誕一禮 神所興起的先師誕一禮 就是一個 每天三次跪在神面前 向神來祷告 向神來祷告 以至於 當祂面對死亡的逼迫的時候 祂仍然 祂仍然那樣子的祷告 祂一日三次 像樹長一樣的祷告 那祷告不是說 今天我要快要被殺頭 快要被丟到獅子坑 我才 才來祷告 我們很多時候是這樣 就 火燒屁股的時候 我才剛才 我們還在跟祖祷祷告 我現在冒場滿足 當然不是說 今天冒場滿足 我們就 隨便沒關係 不是這樣 是說 我們應該是平常 每一天 每一天就是 培養跟祖 親近的這樣一個時刻 跟祖好好的祷告 橫切專注 在祷告這件事情上 那我想想 我們常常被看一些詩片 大衛所做的詩片 也很美 他說 每一早晨 怎麼樣 每一早晨主必聽我的聲音 我也要向祖承認我的心 大衛是一個禱告的人 以至於他每次碰到 各樣的逼迫 壞難的時候 他可以向祖禱告 而且他禱告是非常地美的 我非常羨慕 能夠有這樣的一個讚美 跟祖讚美的禱告 跟祖寶是一個最好的關係 跟祖寶是一個最好的關係 祖就好像祂的好朋友 我們的祖說 我們都是祂的朋友 我們最好的朋友是誰 是 祖耶穌 我們常常可以跟 我們的那個 規避 規避 就是 超級好朋友 現在是流行無賴 現在為了神電話費 而且方便 打字好快 現在人 現在人的打字速度都是 應該是超強 很厲害 因為很多心理的話想要講 所以他一定要趕快打過字 那我們是不是跟祖耶穌的關係 我們跟祖耶穌是不是也講禱告 當我碰到一些困難 我覺得走不過去的時候 不是只有來到教會 也不是只有吃飯的時候 你想到說 就說祖好 求你救我 幫助我 也是簡單的幾句 但是你可以跟祖來禱告 你可以跟祖來禱告 求祖幫助我們 學習這樣一個 常常向祖禱告的 一個橫切 專注在禱告 自己上的這樣一個功課 他這邊說 你們要橫切禱告 再次謹醒感恩 再次 再次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這樣的禱告當中 我們要謹醒 我們要感恩 我們要謹醒 我們要感恩 一個持手禱告的人 他必定就是一個謹醒的人 他也是一個感恩的人 他知道 他感恩是因為 他知道神 在他身上所做的這一切的 一切的啟示 一切的幫助 都是從什麼 他不斷地向祖先上感恩 向祖先上感恩 所以說謹醒呢 謹醒就是 我們在禱告的時候 主不斷地 祂的聖靈來提醒 來教教我們 所以在保羅 他寫的保羅書寫裡面 他常常用 他常常講禱告跟感恩寫在一起 在鐵撒論家寫書這邊 有說到說 他說什麼 要常常喜樂 怎麼樣 不住的禱告 凡是寫的 常常喜樂 不住的禱告 他這邊說不住的禱告 沒有停止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恆切的禱告 然後呢 凡是寫恩 什麼事情都感恩 所以我們之前 上次有講到 斯科羅書三章後面 有講到我們要 無論做什麼 或說話或行事 我們都要藉著我們的主耶穌 向父神寫上感謝 這是一個我們生命 基督徒生命當中 應當有的一個表現 就是不斷地禱告 不斷地禱告 無住的禱告 恆切的禱告 以至於當我們願意專心禱告的時候 上帝就使我們的靈魂出現 上帝向我們的靈魂保持清醒 我們不會那麼容易地陷入到 那個罪惡試探的誘惑 網絡的當中 魔鬼就是 讓我們沒有辦法專心地禱告 他用各樣的事物 來分散我們的注意力 分散我們 讓我們沒有辦法專心地向主禱告 所以我們主耶穌說 我們的心靈 不然願意 但是呢 肉體就軟弱 有時候禱告禱告就很想要睡覺 禱告禱告就突然想到 啊我們那個 什麼事情還沒做 結果就跑去先去主禱 禱告到一半就 那個婚優向外 禱告沒有辦法 在主面前專心地禱告 我心裡很想很願意 但是我肉體卻軟弱 我肉體卻軟弱 那主耶穌說 我總要謹慎 要謹慎禱告 所以禱告就是謹慎 禱告就是禱告 我們在祖明天 當我們禱告的時候 上帝就使我們的靈魂 是謹慎的 就是謹慎的 那你說我怎麼樣 能夠靠著祖 能夠禱告 能夠很專心呢 在以弗所書說 我們要靠著聖靈 隨時過方禱告請求 所以那個 能夠幫助我們禱告的關鍵是 靠著聖靈 靠著聖靈 不是我們在那邊 哇啦哇啦講一大堆 好像很會講 還是要靠著聖靈來禱告 在猶大書 其實講的 就是說 在聖靈裡面禱告 其實一樣的意思 靠著聖靈禱禱告 就是你要在聖靈裡面禱告 怎麼樣說在聖靈裡面禱告呢 就是你要聖靈來引導你禱告 所以羅馬書 他說 我們本是軟弱的 因為我們本不知道該如何禱告 這是 我們真的 在肉體當中 我們不曉得怎麼禱告 甚至我們不想要禱告 我想要做別的事情 像那個馬大 忙東忙西人 但是瑪利亞就是在祖族的面前 我們可以在祖族面前 聆聽主的聲音 我們也可以在祖耶穌面前 向祖來 請求鼓勵 向祖來 來禱告 所以我們要靠著聖靈 我們要依靠聖靈來禱告 當我們軟弱到不行的時候 羅馬書發照怎麼說 我們聖靈用 說不出來的嘆息來替我們禱告 他用說不出來的嘆息 有時候我真的已經禱告不下去了 已經非常的苦痛到一個地步的時候 那我們就聖靈來幫我們做 聖靈用說不出來的嘆息來為我們禱告 因為我有聖靈能夠知道父神的意思 所以我們的禱告 不是在是體貼自己肉體的食欲去禱告 去求這些 我們求也得不到 我們忘求 亂七八糟的求 求這些世界上的這些名利 有多少的教會 就是在鼓吹這些東西 禱告好像就一定會成功 禱告你就考上多好的學校 禱告你就怎麼樣怎麼樣 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要求祖來幫助 讓我們知道 我們禱告就為什麼要禱告 我們要靠著聖靈 聖靈告訴我們 為祂的國度 為我們的生命 為神在我身上的計畫 來禱告 那有一個有名的不倒家 大家應該也都聽過 叫目的 目的目師 那原本是一個邪將 他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說 我很少禱告超過五分鐘 所以我的禱告很少超過五分鐘 他說沒有很少 那我知道有時候 有些人覺得禱告五分鐘很長 我希望不是這樣 他說 我很少禱告超過五分鐘 但下一句 他說 他說 我很少不超過五分鐘 超過五分鐘不禱告 我很少超過五分鐘不禱告 就是那個意思就是 我時時刻刻都跟我的祖禱告 我時時刻刻都在跟我的祖說話 這是一個屬靈的長輩 用一個很大的提醒 是我們一個笑話的把握 你不用擔心說 我一定要在什麼場合 那些異教徒 就覺得 一定要到什麼廟 什麼功才的裡面 我們的身體一定是神的殿 聖靈就住在我的裡面 你隨時可以放著聖靈向主來祷告 不論遭遇各樣的困難 各樣的痛苦 甚至你說 我現在很喜樂 當然你也放 像我剛講的 你可以在此盡盡感恩 你向主感謝祖 感謝祖讓我很平順 讓我沒有遭遇這些話 你常常向主很感恩 所以求祖幫助 讓我們能夠有盡心的禱告 在戰場上 一個爬兵哥他負責前線 我們那時候在外島 在前線 假設你半夜打誤是非常嚴重的事 按照我的經驗 我就送過好幾個爬兵哥去關錦壁 在外島關錦壁 可能跟這邊 另外也不一樣 我那時候的阿兵哥你要耐操 不會隨便操到就死掉 那 因為我有這樣的經驗 他們真的很累 真的也沒辦法 白天已經夠累了 馬上要站上 當過病的弟兄都應該知道 很累 但是其實 你說在前線 我們也還沒有發生戰爭 但是真的在那個戰場上 在發生戰爭的時候 在前線阿兵哥打誤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因為他必須觀察這個地方的動態 假設有任何的敵軍 基督徒他就是 他就是手當起手 我們 我們整個 基督徒的生命就是 整個屬靈的征戰 我們在跟魔鬼做戰 我們在跟魔鬼去拯救 魔鬼要把人拉到地獄 我們要把人從火中 劉大師說 我們要把這樣的人從火中救出來 我們要把他們從火中救出來 但是魔鬼就把他們拉到火裡面 所以我們要是沒有辦法驚醒 我們不禱告 我們沒有禱告 我們就是 沒有辦法驚醒 就好像是睡著的那樣 當成敵人 魔鬼追著那個破口 哪一個是熱不禱告 他就 射向一個鬼去陷阱 那邊陷進去 然後一致於 整個的教會 可能映著這樣的破口 整個軍隊就 有可能是全軍復活 所以我們不要欺負我們自己 每一個人 我們自己在神面前的禱告 像一個禱告的生活 所以我們要橫切的禱告 再次進行感恩 而且禱告是我們每一個信徒 每一個基督徒都必須要 必須要去做的 當禱告首要的目標是什麼呢 我們繼續來看 他說 第3節說 你要為我們禱告 求神給我們開傳道的門 你要求神為我們開傳道的門 像剛剛我說的 把那個西伯倫的大門打開來 讓人能夠走進來 其實 我們禱告能夠求神 開這傳道的門 主義書 就說 我們要先求神的果果神的義 而且他教導我們的主導人 一開始是 為著神的果度來禱告 他希望所有人能夠尊重得人民為神 他希望他的神的職義能夠成就 他希望神的果度能夠整理 他把這些事情擺在第一位 這是禱告 我們禱告裡面 最需要擺在首位 這是禱告首要的目標 所以使徒保羅在天文在先處 講得很清楚 我們第一要為萬人 祷告恳求 代求 我們要為萬人來祷告 因為神的心意是要萬人能夠明白正道 萬人能夠明白正道 能夠得求 這是神的心意 所以我們當然 在祷告當中 我們要求主打開這個傳道的門 打開這個傳道的門 所以我們必須不斷祈求神 求神來祷告 求神為我們 打開這個傳道的門 好讓神的仆人 好讓神的仆人有機會 能夠有好的機會來傳講福音真理 我們每一個 不只神的仆人 我們每一個也都是傳講福音真理 神把這個使命托付給我們 然後去為主來做競爭 我相信神所開的門沒有人能夠關 神所開傳道的門是沒有人能夠關的 當然傳道是門被開啟 接著要開著就是信道的門 因為信道是從聽道而來 聽道是從傳道而來 我們必須想到 多少的人他還關在這個傳道的門外面 多少人他們呼求 他們很痛苦 我們有沒有為這樣的人道道 我們有沒有為我們能夠打開這個傳道的門 讓他們能夠進來 可以聽見主義 既然這是一場屬靈的征戰 我們就必須 除了剛剛所說的 我們必須謹慎 並且靠著一個人的血氣 我們憑血氣行事 但是我們不是憑血氣征戰 我們不是憑血氣 不是說好我就靠著滿力 用人的力量 用人的量不適 我們必須在神面前有能力 才能攻破惡者 在人心面設下那些的網路 那些的陰類 堅固的陰類 讓人他不願意去相信 因為心裡面有個陰類 有一個很堅固的堡壘在裡面 讓人至高至大 覺得我幹嘛相信神 所以我們必須祷告 我們必須祷告求神 去把這樣的陰類 能夠攻破這樣陰類 將人心能夠奪回 然後這個能力的來源是什麼呢 那個能力的來源就是 我們聖徒的祷告 我們必須不斷祷告主 把這個傳道門開得更大 讓這些人能夠進來 那二德就是相對的 他就不斷地引誘我們 讓這個門關起來 以至於很多的靈魂 沒有辦法進到神的面前 沒有辦法聽見神的福利 這禮拜我們熟悉的征戰 我們青年團契 有一天半的時間 兩天一夜的時間 在畢薩 在我們陽明山上的營地 有這樣一個營會的福音營 那時候知道大家記不記得風雨叫什麼 颱風 我那時候看就覺得好像是西北海 但是神非常的奇妙 神為我們開這個傳道門 祂把這個颱風 颱風還是來叫去 但是那個颱風 它慢慢的停頂 然後呢 雖然有風雨 但是神讓我們所有這些孩子 來參加的孩子的心理念 的心情更加堅定 我們在當中非常喜樂 然後我也看見神帶領了 九個寶貴的靈會來到我們當中 雖然報名的新朋友 雖然他們只是佔了大概一半而已 但是呢 想想看 仍然有九個 神 九個人 神感動他們 神打開這傳道的門 讓他進到這個營會當中 他可以聽見福音 藉著信息 也藉著小夫長帶領他們 他們來認識神 他們聽見了福音 我也相信神已經在他們的心裡面 漸漸的在動 所以我相信神 祂必要為我們的教會 為我們的教會開著傳道的門 我也知道 在我們當中 有一些新朋友 他們也是 就自己這樣子 走人進來 自己走人進來 當然我們必須去 好好的來思想 我們用更多的 為這個傳道的門 能夠被神來打開 不斷的向主來祷告 我們接著看 當這個傳道的門開啟之後 他說求神給我們開傳道的門 能以講基督的奧秘 我為此被困碎 我為此被困碎 能以講基督的奧秘 神的仆人 最重要的是什麼 神的仆人 從歷史歷代 神護照限制 護照使徒 他們往各出去 重要的就是要講基督的奧秘 要講基督的正道 要講福音 這奧秘就是在我們之前所提到 哥羅西蘇的第一章後面所說的 外邦人能夠在基督裡得到 得到這樣一個福音 得到這樣一個奧秘 是何等的榮耀 是何等的榮耀 在耶穌所說 就是能夠在基督裡 這些外邦人 原本不是神的選 但是卻盯著耶穌基督得以成為神的選 盯著耶穌基督撒十字架 為所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 逃我們走那條十字架的道路 以至於讓這些外邦人能夠在基督裡 同為後世 同為立體 同謀應許 我會相信我們的主神說 祂是羊的門 祂是羊的門 祂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記得祂 沒有人能夠當父神的命中 唯有耶穌基督 在哥羅西說二章也提到 我們之前也講到說 基督 神的奧秘就是基督 所以說基督的奧秘 神的奧秘就是基督 所以你唯有藉著耶穌基督 才能到達父神的面前 你唯有藉著耶穌基督的寶血洗淨 你的罪悟 悔改 你要悔改 才能來到神的面前 我們來看看 現今的社會 現今的世代 現今許多的教會 許多神的仆人 他們 不大喜歡講基督的奧秘 不太喜歡講基督的奧秘 他們比較喜歡辦活動 就是 以活動 來到現 非常多的淫慨 像是李財穎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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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五號 超自然 靈受聖靈的 那種淫慨 他們 看這麼多的活動 但是我 不曉得到底 有沒有真的在世面前 有沒有好好地盡他們的本分 來傳講基督的奧秘 當這個傳道的門打開 很多人都會去進到這個教會 因為實在是很吸引人 對不對 說 禮財贏家大家都很窮 大部分人都覺得 我就需要禮財 可是根本沒有那個財可以禮 其實根本不是重點 到神面前來 我們是生命要改變 我們要得那個豐盛的生命 我們不是要加到豐富 我們在神面前 在基督裡 在教會 神要我們的生命能夠成熟 這是我們來到神面前的目的 我們說要辦銀貴 我也常在思想 其實真的你要辦這個銀貴 好像那個傳道門 特別可以開特別大 而且人家都很喜歡 我也在想到 我現在辦個賽車銀 很多孩子 是不是喜歡賽車嗎 你辦個籃球 當然啦 我知道有的是NBA的名型 來辦籃球 我沒有 我沒有否認他們傳福音的 這樣的動機 但是 之後呢 在這個銀貴當中 你不能老是 沒有說 我們講我們的見證 我們當然會怎麼做見證 你可以在籃球場上 會怎麼做見證 在賽車上的位置就覺得 可是你必須 你必須要講基督的 我們都必須要講基督的 我們要講 講 我們是怎麼得救 我們是怎麼看得主得救的 而不是一直動車西車講一些 講到最後 這些人 根本身體沒有得到 讓我們的幫助 當他回到 他離開教會 回到世界上 那還是一個樣子 那還是一個樣子 甚至有一些神的仆人 他們為了利益 去混亂神的道 這在一個 以後數目的記載 寶羅的記載 有些人他為了利益 為了名利 混亂神的道 沒有講神的道 那寶羅在 加拿大師這麼說 他說如果有人 來另傳 有別的福音 傳一個別的福音 那個人應當 那個人 就應當受救的船 我們所有在神面前 神呼召我們成為神的仆人 我們必須講基督道 我更不可能去廟講 亂講混亂神的道 不然 我站在這邊 我站在這邊 我們認為神的仆人 不講神的主意 不講基督道道明 我們就應當受救的主 是我要提醒 所以我們要更多的 他上面說 為求神開傳道的門 接下來就說 要能以講基督道道明 他常常為我們的傳道人禱告 為你所認識的傳道人禱告 為我們教會裡面的傳道人禱告 我們能夠傳講神的真道 我們只是講神的 基督的保密 而不去沒有講 一些亂七八糟這些東西 他說我為此被困住 保羅就是因為講真道 所以被困住 保羅就是因為 他為了要讓人 能夠明白 耶穌基督的救恩 所以他去 背叛 人家說他是背叛了 有在教 背叛了這些猶太人 他為何要這麼做 因為他需要更多的人 能得到救恩 神的大光 罩在他身上 就要他去使 許多的外官們 能夠跪向神聖 這是他的使命 神給他的使命 他必須要做 即便有許多的困索 所以他必須說 就算這些困索 反而使命更加的行光 有人因著這些 他身上的困索 更激動 激勵他們 起來傳福音 更激動他們 起來傳福音 更激動他們 起來傳福音 所以 這許多的困索患難 反倒去證實了 師父保隆 他自己真的是一個獲證架實 是一個傳講真道的神的武人 雖然有許多的逼迫 他說他自己是戴鎖鏈的事實 就像換成現在我們來看見 他手上掛上的手銬 腳樓那個樣子 他願意為了主的福音 他自己才能戴鎖鏈的事實 我們會想我們自己 我們究竟為了主的門 擺上了什麼 求主幫助我們能夠常常的 我們很切地為我們的傳道人來禱告 我們求神戴傳道人們 但是我們也要更多為我們的傳道人 為我們的牧師 傳道人來禱告 讓我們可以像這些 來到神面前的人 帶領他們能夠完完全全的 進到神的面前 這是神的心意 他說要叫著 第四節說 叫我按著所該說的話 所該說的話 將這個奧命能夠發明出來 什麼叫做按著該說的話呢 按著該說的話 就是我們要按著神的心意 來正確地來講解神的真道 就像我們常常祷告的 求神讓神的武人 能夠按著正義分解真理的道 這是非常重要的 要是沒有弟兄姐妹 沒有這個後面弟兄姐妹的禱告 聖靈就是大能來幫助我們這群傳道人 實在有時候 真的是有些感覺 實在是無能為力 所以搞不好說 祂傳出的福音 不單是言語 還有聖靈跟權利 尤其是靠聖靈跟權利 所以這是需要 我們所有的慰眾 弟兄姐妹一起 為著神的武人 一起和一切地來祷告 求神 來赐給我們能力 好像伊佛祖祖祖說到的 要靠著聖靈隨時多幫祷告請求 並要再次驚訝不見 然後呢 為眾聖靈報告 也要為神的武人打告 讓他們能夠放膽去傳講 神的福音 讓他們能夠按著當盡的本分 所以 所該講的話 也還能有一個含義 就是我們要造的 神給我們的聖靈 我剛剛所提到的 不是呼召我出來辦這些營會 當然的營會 你說是一個人 但是營會當中有沒有聖靈話 有沒有神的道 有沒有基督的奧米才激動 這是叫我們去反省去思考的 反省更思考的 曾經有五個大學生 他們 聽到了 說 在英國的倫敦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 很大的教會 然後有一個非常有名的牧師 叫做 師木正 師木正牧師 他們就決定 我們就組個團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教會 到底是很穩的有名 在19世紀的時候 引起極大的英國的 屬林的大和復習 非常大的教會 這五個大學生 就決定去參觀這個 組團 參觀這個教會 到這個教會 就會有一個人出來接待他們 可能像 幹事或公友之類的 接待他們 欸 歡迎你們來 然後我們帶你們來參觀 但是這個幹事呢 帶領他們先參觀哪裡 他說 發電機 帶你們去看發電機 那五個大學生 就會 很大的 我是不是要來看教會 我也要來聽牧師講道 或是沒有看發電機 然後接著呢 幹事帶他們到地下室 一看 這個發電機 打開門 一看 哇 有超過七百 七八百個人 跪在那裡 同時間在那邊 大聲地禱告 然後這個幹事 就跟他們介紹說 他們在為了等下的 牧師的講道來打告 他們火熱的在那邊呼喬 求主 求主幫助牧師 求主幫助 然後插開一個心 他們迫切的打告 結果這個接待他們的幹事呢 是誰 不是別人 就是師父這個牧師本人 他要讓這個幾個來參觀的大學生明白說 今天沒有錯 神使用 有人說師父真的是講道王子 十六歲、十幾歲 覺得非常的講道 但是他要向這個五個大學生表明的是 今天若不是藉著禱告 有這樣聖明的大人 他也沒有辦法去傳道 也沒有辦法帶動這樣一個屬靈大的複習 我們求主 帶領我們 帶領我們的教會 當我們傳道人 我們牧師在上面 傳講這樣的信心 歸主傳道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弟兄姐妹 有沒有為我們好好祷告 為所有的傳道人 好好的祷告 所以教會的發電記就是 什麼 我們大家的祷告 對不對 你們祷告我們就更有能力來傳講 我們就更衷心的來傳講 我們不會亂講 聖明會指責關教我們 我們會講 所該說的話 但是神要吃給我們發力 讓我們能夠衷心 能夠精確 能夠準確的 我們按著這一分解釋 能夠到 所以 恳求聖明姐妹 能夠常常為著 牧師為人 所有的傳道人來祷告 大家傳道你們能夠開 我們就必須要讓他不斷地開著 讓他開著 在第五集說 說你們要愛惜光陰用智慧與外人交往 你們要愛惜光陰用智慧與外人交往 黑夜與生白皺將近 你知道現在的時代越加的險惡 新聞媒體每天所播報的 我看都沒有什麼好事情 都是非常 一些犯罪的事情 小孩子就死了好幾個 就是 讓人看得就是 出目驚靜的這樣 現在的時代非常的險惡 我們也知道我們主來的日子 已經越來越近了 他說要愛惜光陰 愛惜光陰就是 你要把握任本傳福音的時機 你要把握那個時機 愛惜光陰 他這邊愛惜 有一個意思就是說 愛惜好像 我很想要買一個東西 我要搶購 你要弄搶 我要抓住 緊緊抓住 好像那個 每次那個搜狗 那個 什麼特價的時候 搜狗原廠特價那個叫什麼 什麼搜 什麼什麼 什麼自己對 就是 大家就會 也開請假 因為我今天在上班的時候 真的從書就請假 去請 講到畫畫面還是很多 就 就 那種講不夠的意思嘛 我要解釋就是 我愛惜 但是我很 把握那個時機 我把握為主做見的人 為主傳福音的時機 我把握 我抓緊這樣一個時機 他說要愛惜光陰 用智慧 與外人 來交往 這邊的外人就是外行人 我們是不是大多時候 我們周遭 包括我們很多的家裡面 都還沒有寫住 我們的 在公司上班 我們的同事 我們的朋友 還有很多 我們過去的好朋友 都還沒有信住 我們在跟他們交往的時候 他說用智慧 與人 跟外人來交往 那有一個意思就是 我的心事為人 與人交往的意思就是 我的心事為人 我在這個外邦人的面前 我是活出怎麼樣的一個生命 我是活出一個怎麼樣的生命 主義書說 智慧是指 當你智慧為是 我們傳福音 我們做見證 我們當然要 從主那裡領受 從天上 靠著主給我們的智慧 我們活出 智慧的 在一個生命 合一的行為 還為主做見證 如同過去兩週 兩個禮拜 牧師所傳牆的信息 他告訴我們 是智慧的建造者 我們都是智慧的建造者 當然我們也是 神所賜給我們的智慧 為主做見證 在一個福音的使者 讓我們覺得 我不曉得怎麼跟這個人相處 我知道在家裡面 有時候 越是親密的人 就不知道怎麼跟他相處 或是在公司裡面 真的很好的公司 很好的朋友 在那個 怎麼樣能夠 在他們面前活出 我們應該有的競爭 這個時候 無法跟主來禱告 我剛剛說禱告 跟主禱告說 主你給我 能夠跟他相處的智慧 你可以 求主給我 這樣 能夠在他的面前 做好見證的 這樣的一個智慧 求主吃給我 因為我們的主 當你禱告相處 祈求這樣智慧 我們的主 祂不是斥責人的時候 你向祂求 祂就被斥給你 因為你是為祂做功 你要為祂做見證 你不是為自己 你是為了能夠做見證 為了能夠在這樣的 外邦人面前 有好的行為 好的平行 我們求主給我們 這樣的智慧 來為祂做見證 或是我們相對的 要是我們沒有 這樣的一個好的見證 我們就很容易 這樣好不容易打開的 這一個傳道的門 就好像又被關上 讓人沒有辦法 來到神的面前 像最近非常嚴重的氣暴 襯暴事件 據我所知 有一些以前的同事 他不是在當中的受害者 但是他們曾經 他就是看到一些的文章 在網路上 有些基督徒當然就是比較極端的 他說 他說這個是神的審判 神乃是利物 要審判那個時代 聽起來沒錯 審判就要審判時代 審判就要審判 神確實是靈魂 我們心製度 我們都清楚 然後他把他破在網路上 那為了同事看到 我們就會回味了嗎 就說 哇 好像我們基督徒不要怎麼樣 好像沒有那種憋怨性 怎麼在這個時刻 那我剛發生的時候 還講這種話 當然他是覺得說 他所相處的 身邊的基督徒 其實都很好 那所以說 為什麼會有基督徒 發這樣的文章 他也不當很明瞭 他只是覺得說 基督徒應該要有一個形狀 我想這個事件是要提醒 我們在外國人的密結 我們 是不是有用指揮跟外國人交易 我們 有沒有好好把握這樣一個 孫南福音的機會 為主做盡的機會 也許 你跟他相處就這麼幾年 你每一天 聽到他就哪 衝衝就過去 有沒有好好的思想說 我要在他面前 好好的 為主來做盡職 來感動他 用我的生命來感動他 所以他接著說 你們的言語要常常帶著和氣 好像用言挑合 就可以知道該怎樣回答個人 或是我們的行事為人有智慧 相信我們的言語一定是帶著和氣 他說言語帶著 我們的言語也要帶著和氣 那其實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言語是要很溫和的 要溫和很良善 很像在路加福音四章 那主耶穌他在傳道的時候 大家都有好奇 為什麼他能夠有口裝 會有那種恩言 恩言 恩慈的言語 我想這個時代我們很缺乏 恩慈的言語 很缺乏溫和的言語 我們很多就是那種 攻擊性 刺激的人 尤其是那個 那種名罪 我都一直看那種名罪 我覺得他們的 那種攻擊性都很強 那就是要用嘴巴 用他的言語 把人擠倒在地的感覺 你怎麼樣你怎麼樣 你是不斷地攻擊 碎碎念 你就是要攻擊的 那我們基督徒 我們基督徒的言語 我們思想我們的言語 是常帶著和氣 是不是溫和的 我口中是恩言還是惡言 很多時候我們的口中是很多惡言 一點點事情不容易就 開始開罵 開什麼雕 開車開開就 想要開車門下來 常常會這樣子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嘴巴沒有那樣的 口裡面沒有那樣的問題 我們求主來幫助 讓我們的心思 意念我們的口舌 我們的言語 都要讓神來掌握 讓神的智慧在我們的心中 我們知道怎麼樣 用智慧語外來講話 我們也知不知道 用這樣的溫和的語氣 用溫和的言語 用這樣的恩言 他是不是說 他記得說 我們想 我們好像用鹽 大家知道鹽的功用什麼 鹽有什麼樣的功用 他這邊有講 調和那個 那個菜裡面 有時候沒有鹽 就吃起來 沒什麼 我們思想 我們基督徒 當我們 跟一群 我們生活在許多還不信主的人 面前的時候 我們有發揮這樣的一個 影響力嗎 有發揮這樣的一個功用 我們的言語是代表我們 和像爺一樣的調和 好像主義書說 我們應當做和平之子 我們剛剛講到 主義書說 我們要做智慧之子 現在要做和平之子 我們的言語就是和氣 我們有沒有死人和睦 死人和睦 死人和睦的人有福人 必定為神的兒子 神的兒子 就應該是智慧之子 神的兒子 就應該是和平之子 我們要死人和睦 要說我們不能死人和睦 我們又怎麼能夠 神托付給我一個職分 要我們去讓人與神和睦 這是一個 和一個後數講的 我們有一個職分 要讓人跟上帝 那我都沒有辦法讓人跟人和睦 我在那邊 我又只有這種辦法 去讓人跟神和睦 就是 神在這邊提醒我們的 求主幫助我們 讓我們像主義主一樣 有融合前輩的生命 讓我們的心事 我們的說話 都帶著和氣 一去造就人的好話 就好像 激敵過 落在靈望子裡面一樣 會讓人很深刻 會讓人很想要 繼續聽你說下去 但是相對的 我們的話題 就是非常的尖銳 很多尖酸刻薄的話 攻擊獵人 誣蔑獵人 瞧不起獵人 那這個 這樣的話 讓人的心裡面充滿怨恨 他根本 他根本不會想在你 他也不會想在你面前 看你表現什麼東西 不行 他一點都不行 因為他心裡面就是醜人 因為你的話語 刺激了他 你的話語傷害了他 這樣的話語 只會挑起 無窮的爭論 求主 讓我們 真的是有這樣一個 溫和柔和的話語 柔和的話語 能夠像鹽一樣調和 像鹽一樣調和 像鹽一樣調和 像像我們的主耶穌 祂是怎麼樣的傳福音 祂怎麼樣的 走向那個十字架的道路 祂騎著那個旅居子進 耶路撒冷城 祂騎著那個旅居子 怎麼樣形容他們 祂說祂千千 我都會不會進來 耶路撒冷城 祂還要準備上十字架 當然祂可以 就像旁邊的人在那邊呼喊 祂可以 就覺得祂是猶太人的王啊 我就只可以 好像一個政治上的英雄 但是祂沒有 祂選擇切尖和和的 騎上這個旅居子 走向十字架的道路 而且在祂接受 這些祭司長來審判祂的時候 祂怎麼樣 祂像 以賽亞說的時候描繪的 以賽亞說五十三章的描繪 祂這樣 在羊毛人的手下 怎麼樣 祂寂寞 為什麼祂還想不及 因為祂要成就神在祂身上的心裡 祂是這樣的優和儼卑 祂的生命 顯出了那樣的智慧 顯出了那樣的溫和 祂的口中 滿有門言 我們要求祖常常來幫助 讓我們的生命 是不是也能夠 真的像主耶穌一樣 那我們覺得我們做不到 我們就向神來祷告 來祈求 求祖幫助我們 讓我們的生命 使我們周遭的這些親友好友 我們周遭的人 他們能夠從我們身上 看見耶穌基督的容 看見耶穌基督那樣一個美好的生命 以至於他們聽見他們看見 他們就好像很好奇一樣 為什麼有這樣的生命 祂會想要來跟我們相處 祂會想來問 所以這邊說 就可以知道該怎樣回答個人 就可以知道該怎樣回答個人 所以在彼得先書三章也提到說 我們要心理尊主為聖 我們要常常做準備 我們要常常做準備 來以溫柔盡情 和敬慧的心來回答個人 所以使徒彼得他也是這樣的教導 我們要常常做準備 所以常常做準備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我不可能臨死才做準備 我的生命平時 我的平常的生命 日常生活 我只要漸漸地做好這樣的準備 我們不及學習 在自盛的正道上造就 我們更要活出這樣的正道 活出這樣的真理 以至於我們可以 可以當有人來問我們的時候 我可以用溫柔敬慧的心來回答 來回答個人 來回答個人 我必須在此面前 來為自己打告 我們一起思想自己 為什麼教會當中 或者是為什麼 我們家庭裡面 或者是我們在公司裡面 我們周遭的人 他們需要 傳到的人的需要被打開 但是我們全不知道 為什麼這樣的門沒有被打開 我們思想是不是 我們沒有好好的 很切的在主面前來祷告 讓我們求主幫助 我們能夠有穩定的 但是是專注在祷告這件事情上面 或許只是幾分鐘 但是我們仍然求主幫助 讓我們一天比一天更加的緊密 為自己的祷告的生活 求主幫助我們 也讓我們的生命 真是滿有上帝所賞賜給我們的智慧 所以我們來思想自己 讓我們不要成為那個 斑角石 不要讓我們成為那個 又把那個 本來殘道能打開的 又把它關起來 我們自己的生命 是不是有好的競爭 我們一起向主祷告 求主幫助我們 讓我們在主面前 可以好好地 為自己的生命 為自己祷告的生活 來向主祷告 放一邊 天后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将所有在死里的儿女 你的儿女都仰望在主的手中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你给我们到达的权利 但许多时候我们却也没有好好的 在主面前来祷告 求主将祷告的灵更多的来赏赐 充满我们 要求我们知道如何的 来会的生命的过度来祷告 我们知道这日子已经尽了 时日已经尽了 主啊你的审案即将来临 让我们要更多的把握 你所给我们的机会 好好的为主来做见证 我们必须靠着 当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必能为主来做见证 求主是恩帮助 让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好好的借着主所赐给我们的智慧 借着主 你自己 柔和千倍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 做能够为主好好的做见证 能够吸引更多的人 来到主我们的面前 谢谢恩主 你帮助我们 你祭祈礼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 让我们都成为 那个荣耀主名的 这样一个福音的使者 传扬主道的 这样一个使者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告主义出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谢谢大家